看! 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個西族的審美觀 上星期我收到一個女生的短信 我經常都在看大家的短信 那女生就發了一個表給我看 然後她就問我 你有多少是符合標準 然後她就跟我說她很不開心 因為她做了運動 已經一段時間了 她覺得自己現在有自信了很多 但原來還是距離 那個標準差很遠 然後這個時候我真的喝了口氣 然後我也有跟她做一個解釋 但我也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會這樣想的人 不是只有她一個 而是否她有問題 不是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覺得標準 其實標準是什麼呢 每個人心裏都有不同的好主觀的想法 我想說表是從哪裡來的呢 是誰弄出來的 是怎樣統計出來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形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樣貌 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體重 我們才叫做人類 不然我們就叫做一個個的複製人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樣 因為每個人都是一樣 先說說不同的Generation 其實以我自己認知 我以前還沒出生 大家看回我媽媽以前的照片 我覺得以前女生 她們喜歡比較豐滿的身材 可能比較有少許肉 也不要緊 然後屁股也是比較大的 經常有高腰褲 腰也有線條 但是呢 會偏向比較身形豐滿 直到我小學的時候 開始變成骨感了 非常之骨感 是你不要有胸 你不要有屁股 你不要有脂肪 你也不要有肌肉 總之好像條骨這樣 就叫做漂亮了 你就好像衣架這樣的身材 然後到我去到中學 去到之後 我就開始察覺到 人們開始喜歡很不科學的身形 首先手腳要很幼 雙腳好像筷子一樣 然後要有胸 然後要有屁股 哇 這個真的很難 然後到現在 我觀察到的改變 大家開始喜歡肌肉 開始覺得 其實一個很挺 很大的屁股 胸部又大 手臂有線條 腳是有線條 是漂亮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 觀察得回來的一個觀點 OK 衣服我們可以追 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 潮流 其實都是十年雨一日 就是會轉 如果你保持衣服 十年後 你又能穿回 因為又是水筒褲 喇叭褲 然後摘腳褲 然後高腰褲 低腰褲 就是一個circle 我們的身形 都是一樣 會朝著人的 不停 不同 轉變的觀感 而去改變的 我想問 大家是不是一個 可以 搓圓禁扁的泥膠呢 是不是 如果以前是 時興骨感 大家就不吃東西 不做運動 因為不可以有肌肉 啊 需要有身形 啊 那我吃風胸丸 我去做手術 把屁股弄大 把胸弄大 為什麼我一出生 就沒有一個很漂亮的身形 為什麼我不夠高 為什麼我這麼矮 為什麼我屁股這麼大 為什麼我下半身這麼粗 為什麼我上半身這麼瘦 為什麼我臉這麼寬 為什麼我臉這麼寬 為什麼我就是不漂亮 我會不停不停地去question自己 不停不停地去 不喜歡自己 去挑剔自己 我們的身形 其實只有一個 就好像我們的生命 是沒有take two 我們的身體也是沒有take two 我們不能夠因為其他人的目光 或者其他人的審美觀 而留在別人的視線內 OK 可能你們會說 那當然啦 你平時有做運動啊 你身形不是很差 你當然是不知道我們有什麼感受 我想說 即是我 其實我都經常被人去 批評的 我以前剛剛開youtube的時候 我去教別人瑜伽做運動 他們會說 你的身形有點腫 你怎麼教別人做運動 是不是做運動會這麼肥的 到我再粗再粗的時候 開始整身的肌肉線條很明顯 很fit的時候 那些人又說 你現在的身形 像個男人的身形 那些青筋露出來 然後到我有了BB 到生完BB出來教的時候 你的肚子還不是很fit 又沒有六塊腹肌 你學什麼人去教別人減肚腩 你的腳都不是很幼 你的屁股又不是很挺 然後到我現在 好像一開始 維持自己的身形 但是又同一時間 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那我就真的瘦了 那到我瘦了的時候 那些人又會說 你是不是營養不良啊 你發生什麼事啊 你是不是有絕症啊 你為什麼會瘦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突然之下有什麼事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別人是出自關心 但是在你的耳朵裡 聽到的時候 你上去dject的時候 你開始會覺得 是不是我有問題呢 但是其實我們需要去愛 我們不同階段的自己 因為我們去 有個habit 我們有個運動 飲食 是會令到我們的身形 不停去改變 但是如果你的身形 是你自己滿意的 這一刻的身形 是你自己努力 是你自己每一天做運動 無論你還是肥 或者你是很瘦 或者你有肌肉 也好 我覺得你要好好去欣賞自己 因為這個是我 無論你喜不喜歡也好 這個就是我 我教你減肥 不代表我可以做到玲瓏浮得 我教你減肥 或者是教你去挺屁股 或者去收緊屁股 不代表我可以 教到你可以聾了屁股 這麼大的效果 而大家只是不停有一個fantasy 就好像你有的東西 其實你不會去珍惜的 不如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靜靜地去想一想 你欣賞自己的地方在哪裡 OK 讓我再想想 好 那我先說 我很欣賞自己 現在這麼有靈角的臉型 我以前覺得這個叫做方形 但我現在覺得這個叫做有輪廓 我喜歡自己的笑容 我覺得自己爬天生就很漂亮 我覺得自己的肩膀 雖然以前經常被人說我好玩 但是我覺得很漂亮 我自己可以浪得起衣服 骨架 我喜歡 很大隻 OK 那我喜歡自己的腰 因為我的腰也幼 有線條 我喜歡自己的腳 雖然不是筷子腳 也不是長 但是我是憑我自己努力 拿到我的腳看起來 是有線條的 也不會說是很粗 那我希望你們都花一點時間 去欣賞一下自己 究竟你有什麼地方 是你自己覺得很pull of 而不是不停地 被人說完之後 你就不停地執著自己 一些不好的地方 然後之後不停地 在那個地方徘徊 不停地想 我怎麼可以令到空大一點 我怎樣才可以令到我的屁股挺一點 我怎樣才可以令到我的肩膀 是沒有那麼橫 這個是會令到我們不停不停地沉下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抽出來 還有大家應該會看到我今天的髮型很新鮮 這個髮型的想法在哪裡 其實我真的很久沒有紮過這個頭 話說我以前紮這個頭 已經是小學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的髮型很肥 我覺得自己很醜 從此以後我就不想再紮這個髮型 但是我發現原來我現在紮了的時候 我有另一種體會 我覺得自己是carry到的 我覺得就算我露了面出來 被人看到我的臉是方的 有線條的 我都覺得自己很性感 哈哈哈哈哈哈 sorry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是真的要學會怎樣去欣賞自己 不要再把自己放在一個細屬的框框裡面 因為就算你滿足到現在香港的standard 你去到外國 你還是不滿足到他們的standard 有些人喜歡白 有些人喜歡黑 有些人喜歡高 有些人喜歡矮 有些人喜歡肥 有些人喜歡瘦 其實大家喜歡的東西都不同 你去找一些喜歡你的異性 或者你去找一些喜歡你的人 或者你找一些懂得欣賞你的人 而不是不停地要去針對自己 去令自己不開心 那當然啦 我說這麼大堆東西 我不是要大家逃避 我不是說 你現在胖也不要緊 因為這就是你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胖 如果你的身形不好的話 我覺得大家是需要去改變的 因為雖然我們的jeans 已經是決定了我們出生的 有很多東西已經設定了 但是我們有一個有限的進步 我希望你們可以去進步 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 但是是為了你自己 而不是為了你身邊的人 而不是為了你的男朋友 而不是為了你身邊的圈子 而不是為了你的家人 而是為了你自己 你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 這是你自己得到的東西 而不是屬於別人的 我講完了 哈哈 我一口氣都講完了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到我講的話 我覺得現在所謂的一些審美觀 或者指標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參考 你可以去參考 但是不需要因為你自己 無法滿足現在的standard 而不開心 因為這些standard 其實都是人定出來的 這些表都是人打出來的 所以我們是滿足自己 我們有了運動 我們是不停去進步 其實已經很足夠 我們要打敗的是昨天的自己 而不是別人眼中看到的你 因為總有人會不滿意你 總有人會覺得你不夠好 總有人會去挑剔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保存著一個 真正正正正的態度 去面對這些人 還有去面對自己 去了解自己 欣賞自己 好了 那我今天講完了 哈哈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γα 我們下集再見